哈囉 大家好 我是程軒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平常 如果我快知道的話 我是怎麼用最短的時間內畫出有活力的妝感 不過呢 你已經快要遲到了 這時候就要拿出早安面膜 它是洗臉跟保濕保養全部和唯一 然後只要60秒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趕快 塗上早安面膜 那我通常在敷早安面膜的時候呢 我還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用滾輪 好 六十秒結束 那我拿的時候可以隨便擦一下你的脖子 不要浪費任何一定 好 接下來你就看到那個臉會非常的濕潤 就很保濕 這時候其實你已經可以不用塗乳液了 你就可以直接去化妝了 非常的方便 好 接下來如果你有趕時間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節省你的步驟 所以呢 我會塗上這個日本的一個品牌的保濕底床 然後呢 它雖然是保濕底床 但是它的防曬也非常的高 所以呢 就可以不用塗防曬 直接塗上它 然後呢 它也是 呃 遮瑕力蠻不好的 就是 呃 可能可以比較一下子 就是它 卡門在上毛孔 然後 塗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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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完保濕底床 後 接下來就可以進入到粉底液 那 粉底液呢 如果你很趕時間呢 就是選這種遮瑕力很高的 因為你就不用慢慢的去修飾 瑕疵 它要全部遮住 並且呢 選擇控油的 然後 十九 好 畫完粉底液了 可以看到這個粉底液的 是非常遮瑕 好 粉底妝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會畫眉毛 畫眉毛的一件事情就是 塗一下 塗一下眉毛 然後呢 選擇這種 直接是眉粉的 非常好用 怎麼說呢 因為它的刷子是這樣 你只要呢 這樣塗上去 欸 眉毛就出來了 非常的方便 非常用 然後呢 因為像我眉毛 有受過傷 那個洞要鼓一下 非常的好用 是不是 非常快速 然後 但是呢 因為它很容易 有很多的眉粉 所以我建議大家 還是要用刷子刷 刷牌一點點 然後呢 接下來就要進入到 重點的地方 就是眼妝 那如果你今天已經很趕 沒有時間了 我建議你就直接放起眼睫毛吧 把重點放在眼影跟眼線上 那眼影的部分呢 如果你趕時間 沒有時間慢慢暈染的話 就建議大家選擇顯色度很高的 像我自己很喜歡的這一盤呢 它就是顯色度非常高 那它看起來是 酒紅色 其實它上眼品之後 比較像紅棕色 看起來很深邃 好 現在開始畫眼影 哪裡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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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那個 眼影的 深棕色的 代替眼線 因為這樣比較快 代替上眼線 下面的話呢 也是用 把你的這個色呢 把它稍微框空出來 讓會類似 然後畫眼線 眼線呢 趕時間的話 就畫眼尾就好 就稍微眼尾出來 那建議大家呢 可以畫一點臥蠟 因為這樣子會更有少 也是用這種眼影棒 非常快 沙龍的話呢 我平常會先 畫一點這種 粉色的 粉的在底部 然後在這個地方 就是 笑彩這個地方 然後呢 畫一點粉色 只是看起來氣色很好 然後會再用一點 紫色的 紫色的 在 蓋在 粉色上面 看起來就會 感覺皮膚很好 打亮也是非常重要的 打亮一定要打一下 就是粗暴的打法 然後 腮紅的 冰眼尾 大概帶過 沒有這邊 那唇膏的話呢 早上我會建議大家 先用這種有顏色的護唇膏 先滋潤一下你的唇部 然後這種蠟筆型的 非常的方便 來回大概四次 就非常的顯色 完成啦